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哲閣 每年一度的動漫節又來了 最近幾年大家都說入動漫節好像沒意思 之前入動漫節,大家就是為了看不同的遊戲 但隨著時代不同,動漫節的結構亦每年都在改變 不如又在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帶你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包括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幫你看看星期的遊戲界的資訊和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如果你一直以來都是看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對動漫節的印象不多不少應該都有點相似 裡面就是不同的遊戲平台或主機廠 甚至是各式各樣的新作試玩、製作人訪問等等 不同的舞台表演及各式各樣的元素 但隨著疫情時期的降臨 不同的主機廠亦由以前有一個非常巨型的展區 編成成為與其他不同的電訊供應商旗下合作的小試玩區域 所以去年或是疫情之前 大家都開始覺得動漫節就好像沒什麼好看 加上去年還有大量的大灣區元素 令到大家作為香港動漫迷就有點不知所措 到時先聲明 今集我還會介紹不同的展區 裡面都有很多就是以前大家說要抵制 或者不同網民說要抵制 但我在現場就看到人山人海的展區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堅持、要求的話 今集的部分內容就可能要著略跳一跳 今次動漫節一入場就看到一個華為展區 再走前一點就是有不少我們這個年紀的玩家 早幾年不斷追蹤的Hot Toys 展區 始終我這裡就不是專講玩具 但今年都有不少朋友留意他們的直發Joker 直發Elecon 和今次主打的Black Sun 和影月 在於遊戲來說,就好像剛才所說 兩單的遊戲廠都與CSL 合作 今年亦加入任天堂 Sony 方面試玩區 還有街霸6、FF16、GT7 等等已經推出的遊戲 Xbox 方面其實都差不幾 反而今次本地另一間遊戲代理廠GSE就相當等本 將他們的新遊戲Moving Out 2 給大家公開試玩 另一方面有試玩區還有Ben Nam Armarcore 試玩就沒有 但又有一個紙牌給你拍照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本地賽車Game Red To Vertex 有Heater 問我其實這遊戲會不會推出 因為原本這遊戲原定上年推出,但遲遲未有消息 今次展覽中亦都見到他們的蹤影 又或者是如果你是傳統遊戲迷 這個都可能是你石果緊泉在今次展覽中的重點 我也有幸跟他們公司老闆談過幾句話 他就說今次在遊戲中做了一個非常大幅度的調整 未來都會準備加入故事模式 老闆就說自己是看頭D長大 所以在這方面的故事都會有些幻想 今次亦都透過遊戲展 展現一個屬於香港賽車故事的世界觀 除了之前的大武山賽道之外 今次試玩中亦都有吐露港賽道 如果你入開到萬節的話 我都幾推薦你可以試一試 然後其他遊戲部份當然是試下大家非常常見的手機遊戲 又或者是我會稱之為近年的特別推介區 如果你之前是跳過我所有特別推介的話 今次有機會給你一次個重溫 在近年展覽非常常見的R.O.G 今次亦都拍著第五人格 有些消遊戲的 如果在他們那裏出機的話 亦都會有機會拿到第五人格Crossover的Gip 遊戲部份大約是這樣 在於遊戲迷來說 其實今次展覽未必好是你口味 但我今次不是單單以傳媒人身份入去 亦都跟很多不同的漫畫界朋友 甚至前輩聊過 反而覺得今次的動漫節更加著重本土漫畫味 今次展覽亦都有十幾位來自港漫動力支援計劃的漫畫家 他們推出屬於自己的漫畫作品 全部都是本地漫畫家親自處理的 除了新一代漫畫家之外 展覽亦都有非常多漫畫家的老前輩 我D1去亦都有不同的老師在現場 有司徒劍橋老師 亦都有大家非常熟悉香港重工Felix 葉Sir 有理智達老師達哥 亦都有大家小時候看Coco 圓珠數碼布隆漫畫入面的魚魚王老師等等 玩具或是實動漫生物方面 當然有不同的代理 木棉花、漫笛、Media Link 都有自己的展區 裏面亦都有超級多不同故事 亦都有相對比較超值的福袋 今年除了Hot Toys 回歸 玩具方面當然有長注 我們稱為瑞記的瑞華行和Bandai各個展區 模型方面亦都有剛剛播完的瑞星魔女 還有很多不同的SHF 或各類的showroom 買就不是每樣都可以買 但在入場當逛逛展覽都可以 帥仔PR哥哥叫我記住介紹他們的限定商品 S&P 大連貌亦都有優先發售 但當你看到我這條影片的時候 就不知買完未了 除了Hot Toys 有1比6之外 還有另一個香港比較多人留意的品牌 叫Free Zero 他們亦都有展出他們最新的新蒙面超人1號、2號 裝甲Ultraman 亦都是其中一個我身邊朋友經常會留意的系列 除了過往幾隻推出的之外 亦都有灰帽的Jack 和左飛 還有一系列不同的迪迦其他形態等等 去年推出了超人迪迦大受歡迎的Alphamax 今年亦都公開了Dyla 和Jaya Dyla 現場有得買 情況都跟去年迪迦類似 買不到就等一等 當然今年還有鞋技、簽席鏈等等很多不同的玩具 另外今年亦都有大約4分1的區域畫了做 Art Toys 區 以往大家覺得Art Toys 就是 Art 錢 可能是因為以前的Lala 事件 今時今的Art Toys 更加傾向由本地設計師 自家創作、自家設計的小型擺設或Figure 有大的、有細的 早點就是我們小時候吃餅卡的貼紙 玩法、類型都越變越多 價錢都封劍由人 當然還有同仁區 不過同仁區方面就不方便拍了 其實今年我自己都有考慮過去不去拍片 始終抱著以往可能對動漫節、對電玩節的心態 甚至乎你可以說的就是 如果你是抱著看遊戲相關的元素進去都蠻失望的 其實我自己都有思考過 到底現在動漫節他們Target的年齡層是哪一班呢? 我自己這樣看 當日在現場時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年青人 去各大代理道買周邊 始終不是每個年青人都有信用卡 在者在於他們而言福袋真的很貴底 又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這些年紀一樣 放下信用卡等他半年 放下錢 半年後才可以拿一塊東西 其次這兩年其實加入了很多VTuber的元素 今年亦都請來了幾位世界頂級VTuber 而反過來年長一輩又或者本地漫畫的愛好者 今次動漫節亦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所以可能是單純在於我們Channel 又或者遊戲相關的Channel 會覺得動漫節的吸引力好像越來越小 但在於年青人又或者異次元愛好者來說 這都是一個香港比較難得 又或者是少數的異次元大型活動 我拍攝當日 現場其實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如果你自己是很喜歡異次元文化 想感受異次元氣氛的話 又不怕熱的 一年一度就去玩一下 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和節目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一直以來支持的每一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支持才令到我更多資源發展我的節目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節目 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5元起 感謝大家幫忙 令節目可以有更好的發揮和更自由的講話空間 如果你網上見到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喜智閣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